一眼黃燈輝曾參演不少台劇 與老婆琪琪婚後育有兩兒一女 近日她的岳母琪媽登上節目 探討有關丈母娘如何看待女婿的話題 正反兩派人馬 在節目中開啟口舌之陣 琪媽在節目中爆料稱自己第一次看到黃燈輝 拒絕她向詐騙集團 因為她覺得黃燈輝人高馬大 怎麼可能會喜歡與自己身高差30公分的琪琪 而黃燈輝與岳母初次見面後 主動說自己要娶琪琪 卻被琪媽嫌棄 沒房沒車沒存款 最後是因為琪琪懷孕了 才不得不答應兩人的婚事 所以黃燈輝直接用信用卡收服了琪媽姓 琪媽也將信用卡的價值發揮到淋漓盡致 刷了買房訂金30萬 還買了名牌手錶 讓眾人不僅感慨直呼 黃燈輝出了這一招 讓天下的女婿很難做人 別急来 َ 久不見 收到 這也是 感谢观看